暴力复工杨俊金退役 女排伦敦奥运12将军告别球场 北京时间11月15日消息 前中国女排国手杨俊金 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宣布 结束20年排球生涯 随着暴力复工杨俊金官宣退役 中国女排征战2012年 伦敦奥运会的12名运动员 均已告别球场 在中国女排的发展历程中 伦敦周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段 历经黄金一代的辉煌后 女排在2009年至2012年 进入了一个自觉起后 从未有过的动荡时期 两年三换帅的无奈之举 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担任主帅蔡斌 王宝全和于绝敏 更是不同程度受挫 2009年亚锦赛输给泰国丢冠 2010年市锦赛创下36年来 征战三大赛的最差战绩 2012年伦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 汉赴日本无援四强 2012年亚洲杯再赴泰国未免受挫 中国女排在这期间 留下了一连串的尴尬战绩 就算深处逆境 女排姑娘也从未放弃过拼搏 这一代选手被球迷亲切地称为青铜一代 魏秋月 惠若琪 徐云丽 杨俊金和曾春蕾 成为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周期的骨干 王一梅 马韵文 张蕾 米洋 张贤 和丹丹娜在征战过 2013年度的国际赛事后 基本都淡出了国家队 随着年龄和伤病的增加 12名伦敦奥运战将陆续退役 去年曾春蕾因个人原因告别赛场后 12人中已无人在在国家队校里 今年全运会后 随着张磊和杨俊金相继退役 征战过伦敦奥运会的中国女排国手 均已离开球场